這個複雜的東西要把它拆開來,拆成三個圈 聲音太小 這喝完了,要八卦內幕,要社會新聞,要解決問題 劉俊耀下午2點,非要不可 好,歡迎來九八新聞談天說,今天是非要不可 我讓你非要不可的劉俊耀,受要要 雷麥三新聞三條線,雷倩時間 咱們想當時雷倩雷委員,你好 謝謝君耀,謝謝聽眾朋友給我這個機會 回到雷倩這個新聞三條線 怎麼會讓你回到,你是 因為這段時間,雷委員一直在照顧父親 所以我們不好讓你蠟燭兩頭燒 但是這個事情呢,現在學運這個事情 沒有你來跟我們分析分析啊,沒有你的智慧啊 我覺得大家有時候呢,看得跨到無啥啥 然後也不曉得應該怎麼去處理 其實在我們進這個廣播之前呢 我就已經跟雷委員稍微討論過了一下 我發現雷委員在這個事情上面呢,我想很清楚 你也知道,不管是後面的政治操作也好 或者是福茂本身也好,該怎麼樣呢 去做一些解構它,這中間有哪三股勢力 在裡面,那尤其是反中的這種操作呢 未來我們應該用什麼樣一個解決方案 我想呢,剛剛雷委員都已經大致上跟我講了一下 所以我想呢,今天聽眾朋友應該可以更清楚的知道 這一次的學運的始末 到未來應該怎麼走的一個方向 如果有智慧的政治家 他應該就怎麼樣來做處理啊 對,所以我想先 我們就講結構 因為我想我們不要跟著時事走 因為時事呢,每一秒鐘 每一個小時可能都在變動 可是聽眾朋友能夠從這個節目中得到的 可能是一個結構 就是你要如何來看這件事情 今天我們來看學運 這個太陽花學運 它中間呢,其實仔細可以看到有三種反對的勢力 那這三種反對的勢力呢 都各有它自己的正當性 第一個呢就是反服貿協定的人 因為全球化的過程中 我們在WTO裡面有貿易協定 就是貨貿協定 就是貨品的貿易的關稅減免 那麼另外呢就是服務業的雙邊開放 那麼的確在我們的貨品的關稅減免之後 服務業的雙邊開放 以及對於農產品這種弱勢的部門的補貼的部分呢 在所謂杜哈回合中間就觸交了 從2001年到原來2005年要結束的事情 到現在2014年仍舊沒有進行完 包括服務貿易協定 2012年2013年你去看WTO的官網 都全世界的談判沒有進度 因為它涉及到了 當你這個全球化自由化以後 在本地的弱勢部門 如何去因應國外其他的新的遊戲規則 跟衝擊的問題 所以有一些人是在這些道理上面 他反對服務貿協定這麼快速的去拍 那麼另外一些人呢 他是因為認為這個政府用闖關的方式 甚至我今天為了來俊耀的節目 我昨天連夜看完了立法院所有的公報 因為立法院一共有三次會議 就是在去年6月21號 王玉琪跟林中森他們去簽之前呢 有三次的會議 兩次是開門的一次是秘密的 我看完了所有的公報 我發現呢立法院的程序 其實行政院就是虛晃一招 立法院做的決議 包括你的影響評估 你的那個詳細的就業衝擊這些東西呢 都是到了最後一秒鐘給了一份不痛不癢的報告 上面只有寫說可能沒有影響 也許沒有影響 他就在立法院5月31號休會以後 6月21號去簽了 所以他的確是在前面的國會民意監督 民意授權 在兩岸協商締結的時候 人民所選出來的代議式 能不能發揮功能上面 產生了巨大的偏差 因此我認為 在反對這個民主程序 甚至國民黨執政黨的闖關的這個服貌過程中 事實上執政黨做得好 人民是不用上街頭的 因為他會好好跟你講清楚 他在立法院跟你報告清楚了 接受監督了 人民是不用上街頭 你在立法院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在野黨做得好 人民也不需要上街頭 在野黨如果當初就提出來 你不能去簽啊 然後當這個執政黨給他 亂七八糟東西的時候 他沒有虛應一個故事 就讓他過了 那那樣子的話 人民為何需要現在用學生去佔領立法院的方式來抗爭 所以執政黨做得好 人民不用上街頭 在野黨做得好 人民也不用上街頭 甚至這一次學生所提的 叫做兩岸協商監督條例 那這麼擔心 國民黨會賣台的民進黨 為什麼到現在 都沒有在立法院提出來 對啊 所以說這一黨在這裡 完全是不盡責的 那麼但是是不是人民有一個權力去要求 我們不是四年一次選總統以後 就空白授權 你要做重大決議的時候 要經過適當的授權程序 那那個東西也是一個正當民主程序中間 可以有的立場 那我個人的立場就是在這裡 所以說這第二個立場就是 人民民意監督跟民意監督行政權中間的奋激 這是第二股力量 第三股力量呢 當然是潛藏的最深的 那麼現在呢最容易被人家激化 跟上綱的就是逢中必反 有些人認為兩岸和平發展路線 對於所謂的台灣的某些人的信仰認知 或者是政治利益上面是有損害 所以他們只要是發生了跟中國有關的事情 他就逢中必反的出來反對 所以這是第三股力量 我為什麼要花時間這麼清楚的講 因為我發現媒體以及很多的評論員 已經很快的就 如果是你是支持政府這一邊的 你就會說 那些人都是逢中必反 很快的就把他們推到全部是逢中必反 而忽略了前面兩個我講的因素 就是全球化的過程中間 本來在國內受到衝擊的弱勢部分 他在全世界包括杜哈拉回合到今天為止 十三年多都沒有完成 就是在這個地方癥結 因為全球化有許諾也有失落 有人會得力 有人會喪失他的利益 那另外呢民主制度裡面 需要有正常的監督制衡 而我們仔細看完了所有立法院公報以後 發現我們的監督制衡的機制是失調的 而且行政行政部門的誠意是欠缺的 可是我這樣子看 這有這三股三股力量 我們現在像個交集一樣會在服貌 沒有人把他這樣做這個結構之後呢 你你就會你在我們再回過頭去看的時候 這三股力量他怎麼樣會被激化 為什麼會被激化 這後面就是說就好像有三堆彩 也會把火啊 那這一把火是因為之前我們講 他後面有沒有政治操作 因為想政治操作 政治利益的這一種最切身 因為他對他來講最及時嘛 你剛剛講的全球的弱勢呢 已經十幾年沒有解決 像杜哈回合的 農業的補貼問題 一直到現在 我想那一個他不容易被激化 那一個是屬一個老財 一直放在那裡 你剛剛講的那個 在立法院裡面的程序 民主程序裡面 在野黨跟執政黨都做不好 所以他們走上街頭 因為他們去對於民主程序上面呢 去做一些質疑 那這個質疑呢 好像比較新的那個那個 比較新的柴火 那個好像是像松枝一樣 一點他就染了 再來反中的 反中這種情緒是一直在 很多人的心裡面 尤其是政客 他們可以把反中拿來操作成為他的政治利益 我現在要請教你這三股這三堆財 他有些財是已經很久了 他不會是馬上這一次會整個整個引爆的 而是是不是有些政治要奪取政治利益的人 在後面就比方說 那三個學生 林非凡 陳薇婷 跟魏陽 我覺得我們不用那麼隱晦喔 網路上呢 跟所有的報告 包括所有的記者們 他們常常私下就笑 說這些學生叫做小英地下黨 就是小英地下黨 所以我們不必這麼隱晦的來說 這個事情 但是他們是小英地下黨這件事情 並不能夠完全解釋 為什麼福茂協定有很大的民意支持 那麼也就是說 我希望今天這個節目呢 我們排開了民進黨 或者是民進黨的領袖 他們在中間所做的政治操作 那我也同時排開國民黨 跟國民黨的領袖做的政治操作 比如說我們不去討論馬英九 江儀化金普聰 我們也不去討論蘇貞昌 謝長廷蔡英文 我們來談說 正式的程序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首先我們要講 杜哈回合本來是2005年就要完成 弄到了2014年的今天還沒有完成 服務貿易協定全球去年前年通通停擺 意思是什麼 沒有一個真正的時間表是不能動的 時間表到了 沒有進度就繼續玩 就繼續往前去進 繼續往前去努力協商 因為靠協商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容忍中間時程的delay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我先講政治程序上面的問題 因為在這個地方我想了很久 我覺得如果我今天還在大學的話 我應該會去立法院 我絕對不是一個逢中必反的人 我也絕對不是一個不贊成全球化的人 但我非常反對這一次的程序 我們仔細去看 去年的4月25號 內政委員會 第一次討論這個服貌可能要簽 所以國民黨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錯 他有說我們有去立法院講 可是那一次講的呢 是在講電子商務啊 這一類可能的影響 全部都是原則性的 最後做了兩個決議 第一個是 你要報告並經同意後呢 才能夠去簽署 第二個 所有影響的評估報告 要先送到委員會來 好 中間呢 5月2號又做了一個閉門會議 因為他們說我們文本都已經差不多好了 那麼他們就做了一個閉門會議 那個會議紀錄你看不到 可是我們看到下一步是什麼 5月30號的時候 立法院忽然說 你5月27號送一個報告來 我們5月31號就要休會了 所以他們趕快5月30號排了 那時候來討論這個報告 這個報告我逐字看過 裡面並沒有負責任的告訴立法院 我們在談什麼 他有告訴立法院說 我們要談哪些項目 可是這些項目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WTO就服務貿易裡面 有個叫做WE20這個清單 也是說他把所有的服務業 分成120項 那麼在那個報告裡面 行政院有告訴立法院說 我們要談哪些項 他就把那個120項裡面呢 要談哪些大項喔 因為他大項是12個大項 所以他把12個大項裡面呢 大概講了一下 可是他完全沒有講 他的內容是什麼 那我為什麼可以斷定他們沒有把內容講呢 因為5月20號的那個秘密 5月2號的秘密會議 我們雖然看不到 可是到了5月30號的時候 委員還在問說你們到底要怎麼談 對 因為大家知道服務業的開放呢 是代表一個國家整體自由化 包括私有化跟市場化 兩個步驟的一個固定進程 最開頭WTO設計的時候是 這是一條不歸路 你走上去的話 你可以慢慢的走 可是你一走就不能回頭 所以有說不能撤 可是事實上後來他決定 你可以撤 三年之後可以撤 美國跟歐盟都撤過了 所以說他是說你每一次說我開 他主要的內容是說我開哪些產業部門 那麼在整個國家的經濟裡面 有12大項 總共有120細項中間 你開哪些產業部門 這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關鍵 審福茂不是去審他的條文 是審他最後的開放承諾表 政府如何去選擇開放哪些產業部門 讓他們接受衝擊 然後他向對方要求 對方開放哪些產業部門 讓這些產業得利 他最好的比喻呢 就是像足球 每次足球 每次足球的攻擊跟防守 是兩個不同的團隊 不是一隊人 一邊攻擊一邊防守 開放的台灣的開放清單 就是在台灣內部要防守的人 那麼政府選擇了這麼多項 說你們現在要來防守 因為你會碰到跨境而來的競爭者 他選了64項 然後另外呢 大陸的開放清單就是80項 是台灣的攻擊方 就是那些有能力有實力 可以跨境去經營的人 這些人會得利 那台灣這邊的人呢 他防守最多只是不失分 所以最後我要跟聽眾朋友講 為什麼行政院的報告 包括他在網站上面的 WTO的Q&A 他都告訴你說開放在台灣 在服務業喔 可以創造的是3.9到4.8億美元 也就是GDP成長0.1 0.1百分點 0.1百分點 就業機會能夠創造的是 1萬1到1萬2 是 是0.15% 這麼少 因為這些人 這64項開放的這些產業 是防守方 他們只能不失分 他們不會得到什麼東西 行政院也告訴你了 我的GDP增加0.1百分點 就業增加1萬2千人 你要說我在服務貌開放 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對 對於留在台灣 這64項被選擇的 他們的好處是非常小的 是 但是有80項 可以取得大陸開放的市場 獲得巨大的商業機會 他們可以獲得很多的經濟的 好處的時候 他們所創造的GDP 可能在大陸 一定在台灣 他們所創造的就業機會 可能在大陸 不在台灣 所以如果政府負責任 要告訴大家 他必須要承認告訴你說 我讓這80項大陸開放的 這些相關的產業 將會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 跟會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對不起 他們不在台灣 這是全球化的過程中 為什麼服務貿易協定 它是雙邊開放 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好 可是在各地方 會產生很多爭議 因為贏者圈 就是攻擊的那一方 跟弱者圈 防守的這方 是兩個不同的 所以就是說 你現在看過之後 你現在覺得現在的這個版本 其實對台灣是不利的 我們看到現在的版本呢 我認為行政院 並沒有願意承認的告訴人民說 我有80項大陸開放的 他們會獲得很多很多的經濟優勢 會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是在大陸 但是是在大陸 對 那如果說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他接著要說什麼 我要向他們可能去爭一個WTO 或者是 什麼樣的稅 是這個兩岸服貿協議特別捐 對 然後因為他們獲得了很多的經濟利益 那麼 而且他們也要能夠確定他們不逃稅 是 那我就可以 或者我用正常的稅收的方式 我可以抽稅 對 來補貼 來幫助這些弱者 對 那這些東西呢 有沒有機制 全部有 在立法院的公報裡頭 我們的老委會 經建會 通通都有三頁 兩頁 四頁 告訴你原則 沒有一個詳細的計劃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的態度應該是說 你贊成應該是要 回過頭來 竹條審查 在竹條審查的過程裡面 可以把這些把它補全嗎 其實 是這樣嗎 我贊成的是說 原來立法院的態度還不錯 就是你要對於產業衝擊 就業衝擊 都給我們一個完整的評估報告 結果他們報告都是說 可能沒有衝擊 就是剛剛講那個0.1 或是0.01百分點 是 然後另外我要特別提醒的就是說 今天我們需要的不是逐條審查 因為條文是24條 大家都知道很簡單 那你仔細去看這24條呢 第一條是目標啊 第二條定義啊 第三條範圍啊 排除啊等等 大部分都是WTO 對 中間只有 我認為只有三條 主要是三個都要審 好那這三條呢 我先進個廣告 三條回來 我們仔細來聽 六委員繼續幫我們分析 因為服帽呢 我想 你可以把它講得非常清楚 讓我們知道 因為你全部都看過的話 我想 比很多人呢 他只是 把他打入反中 扣上反中的帽子的時候呢 大家覺得說 那個都是一個態度的問題啦 其實不是 可是他並沒有對於這些 魔鬼就是在細節裡面 好不好 待會雷謙來跟你分析 好 這把新聞臺灣的劉俊好 瘦耀耀 雷謙六委員在我們現場 雷委員你好 謝謝瘦耀耀 這中間有沒有什麼樣的利益輸送 我覺得這個 如果一個政府 他今天去跟對岸談 談的過程裡面呢 他增加本島 台灣島內的人民 他所獲得的 不管是就業率 那個創造的就業機會也好 或者是GDP也好 是那麼小的一點點 可是卻有八十幾項 在大陸 他可能在那個地方也豐收了 而且那些豐收的人呢 他可能不會把這個錢拿回來 他也沒有把這個東西的GDP 算在我們台灣的頭上 那這算不算利益輸送 這算不算利益輸送 因此你可以看出來 行政院的態度是非常隱晦的 我要再說一下 我認為這一次政府在說明的時候呢 完全適用這種闖關的態度 就是我可以虛應故事過了就過了 可是等到大家開始對服務貿易 有這麼多疑慮 你說你要開多少場公聽會的時候 行政院的網站 聽得朋友可以自己去看 行政院的網站上面有一個 關於服務貿易協定的Q&A 就是你的常問的問題 那麼在這整個問題中 他講了那台灣開放的64項 就是我們選擇的防守方喔 那為什麼120條 120個產業的氣象中 你要選擇64項來做防守方 那你有沒有跟他們講清楚 為什麼不選別人 我們先不要說這個 那這個防守方受到的衝擊 就是GDP增加0.1百分點 就業機會可能是0.15百分點 那可以未來10年這樣子 可是攻擊方 就是大陸開放的那80項 台灣的哪些產業 可以具體的在那邊獲得 怎麼樣的商業機會 他們可以獲得產能的增加多少 他們可能可以創造 什麼樣的就業機會 這些所有量化的東西 在行政院的 兩岸服務貿協定的網站上面 是沒有提的 為什麼不敢提 為什麼不提 因為如果你告訴大家說 我的原則叫做衝擊極小化 對 就是那你防守方的衝擊要差1 可是利益極大化 你也告訴大家 對啊 你如果沒有告訴別人利益極大化 那我一點衝擊 我都不需要去接受 是 所以行政院在這個地方 他有沒有疏失呢 我認為他不但是 對立法委員沒有報告 他是疏失以外 他對人民在事件發生以後的溝通 也是疏失的 那你為什麼不說 為什麼不敢說 所以我就想問你啊 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講的話 或對一個領導人來講 他這一塊也會不說 是為什麼 是他心虛嗎 還是他覺得說 這些 他是 就是我剛剛講的 擺明的講 我們可不可以用專有名詞來講 就是利益輸送 我要輸送給這一些 八十幾項的這一些企業家 我讓你們呢 可以在這一個服貌裡面呢 削翻啊 當然就是 有了開放 也要有自己的體質 有能力的人 才能跨境去經營 但是我認為政府 可能有一個很低層次的考量 什麼 就是我一旦說了 那八十幾項可以去大陸 對 馬上人民就會問我說 他們可以獲得什麼直接的利益 對啊 他們會創造什麼機會 是 然後政府你要怎麼樣去 讓他們所獲得的利益 經過某一種政府的機制 能夠回來 能夠回到台灣來 幫助其他的弱勢產業 是啊 那這些東西通通沒有 我可以斷定沒有的理由 是他們去立法院的報告裡面 都只有原則 而且那些原則就是WTO的文字 幾乎一模一樣 全部就抄了 所以就還沒有配套措施 就是沒有 他們要闖關 因此呢 他就是想用一個倒壘的方式 能夠倒到幾壘 就倒到幾壘嘛 那所以現在就是 在立法院呢 我時常比喻就是說 委員會是一個二壘啦 你一個東西經過了 程序委員會排入議程的話 是到一壘 然後經過了委員會是到二壘 那麼到了院會是三壘 二壘三壘中間是朝野協商 他是闖關 二壘他想要倒壘到三壘 現在被大家退回來 是說你要回到二壘 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是的確可以考慮的 但是回二壘呢 不是逐條審查 因為我剛才說了 24條裡面 只有三個很重要 三個 第一個是市場開放 這個市場開放呢 這個條文本身 沒什麼了不起 其他的每一條你都可以審 你文字修正通通可以 修了都會跟大局無關 因為它都是WTO的原則 大部分 所以就算你逐條審了 第一條目標什麼 定義什麼 去外賣審審 都沒有什麼關係 到第十三條的時候 它有兩個附件 對 附件一是我的開放承諾清端 哪些產業具體怎麼開放 那有四個方向 那麼我待會再說 第二個呢 就是關於那個人員的資格 因為開放中間 它有一個是跨境的貿易 那麼一個是在海外的這個交易 海外的這個 我們看中文名稱 第三個呢 叫做我們 我們翻的很怪 第二個叫境外消費 第三個我們翻的叫做 商業據點呈現 它其實叫做commercial presence 就是外國的企業進入了 就是進入台灣 第四個我們國家翻的叫 自然人呈現 就是外國人進到台灣來工作 基本上就是四個 它每一項呢 裡面在就這四個WTO 服務貿易的原則中間 它有各種相對應的承諾 所以第一個是跨境提供服務 第二個是境外的消費 第三個是商業據點呈現 就是commercial presence 也就是外國的公司進入台灣 第四個是自然人呈現 外國的人進入台灣 它另外一個附件呢 附件二就是說 它怎麼定義什麼人可以來 那麼只有這兩個附件 加上關於金融開放 在ECFA已經簽的 這幾個附件呢 是真正需要審的 因為政府從來就沒有告訴你 為什麼我們挑這64個倒霉鬼 對 那其他的人為什麼沒有試 是 那我們挑這64個倒霉鬼 是因為他們體質特別強健 所以外國人來競爭不怕 那你也要告訴這64個倒霉鬼說 你要心理準備 你的體質特別強健 外國人來也不怕 還是說你只是覺得啊 這個沒有什麼重要 它佔我們的GDP很小 你就隨便開放 表示我們誠意 你總是要有一套說法跟理由 而且是要逐項 你有64項 你政府 經濟部 商業司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談判代表也好 你挑了這64個產業 你總有一個國家大戰略要說吧 所以不是逐條審查 不是審條文 審第一個 附件一 就是你的承諾清單 第二個審呢 就是附件二 附件二是處理一個台灣 有些人對於大陸人口很多啦 很多人可能帶台灣的這些疑據 可是我覺得附件二產生爭議的機會非常小 所以各位聽眾朋友一看呢 這事情不是很簡單嗎 所有複雜的事情 borrow down to 兩個條文 第13條的市場開放 看第15條的特定承諾 所以它主要是講金融服務業開放 它有一個例外的東西 所以13跟15條 是你只要審這兩條 審完這兩條 需要的功課 卻是非常的多 政府必須要告訴你 我的產業藍圖是什麼 我這產業藍圖裡面 我選擇了這64項 在台灣做防禦防 我選擇了另外80項 大陸給我們的 讓這些人可以去大陸 去經營 或者取得市場的進入 那麼我在這個選擇的過程中 對我們整體的經濟的影響是什麼 這個東西 按照我所看到的立法院公報來說 它中間是並沒有 就算是它有做文字的敘述 都沒有量化的東西 甚至還有被抓包的 就是說它有一個量化的東西呢 它本來說會影響的就業 是0.57% 那是民國90年所做的東西 那到了民國103年的時候 你拿這出來顯然是不可行 所以現在修改成0.15% 所以說政府到目前為止 還是用一個闖關的 就是立法院只是一個橡皮圖章 我可以過就過了 那麼從來就沒有真實的 再跟人民做這些對話 因為它在整個經濟體制上面的影響 是非常大 我再重複一遍 在這三種反對服貿的可能理由中間 我不反中 我也不完全的反對服務貿易可以先談協定 因為談協定呢你就會取得比WTO一般更好的條件 否則不會去做雙邊談判嘛 每一個雙邊談判都要better than WTO嘛 政府都說我是要WTO plus 那麼其實WTO在服貿的這個委員會就講過 談判的原則就是要取得比一般WTO更好的條件 兩國才會去談判 所以我也不完全反對我們要去談判 但是我反對在事前沒有經過授權 至少你沒有對人民選出來的立法院 去做明確的溝通 而且在立法院要求你做影響評估的時候 沒有拿出足夠有效的影響評估 那麼我並不懷疑在執政黨 或是執政團隊中間在某個地方 可能有人做過 可是至少他們沒有這個誠意 放在一個監督制衡的概念裡面 讓立法院來監督這件事情 那這表示你剛剛講政府不想做功課 因為這個功課我們沒有能力做嗎 有些人沒有能力做 譬如老委會就說我沒有技術 我不知道怎麼做 他說以後我會好好做 這是老委會的書面報告 我聽到朋友講 我看立法院的公報 因為立法院還是可以去立法院圖書館 我調了所有公報來 我昨天真的為大家看到兩點多 謝謝 我看到那個老委會想這個話 我就覺得說你到立法院來報告 對於就業市場的衝擊 你的報告裡面寫你沒有數字 是 可以這樣幹嘛 所以也就是說你現在 因為你已經進到非常深層裡面 去看這些東西 才會發現說為什麼要闖關 闖關就是說因為我沒有人打安打 所以我沒有那個實力 所以我只能用倒壘的 我只能用偷跑的 就是說我趁你們不注意的時候我脫跑 那是倒壘人的心態 而且這個絕對是趁亂 趁亂嘛 大家看喔 5月31號立法院修會 所以他5月27號把所謂的評估報告送進去 那那個報告呢 在那個立法院公報裡面全部都有全文 我全部都看了 全部都是虛應股市 可是我不太相信的就是說 然後他整個立法院修會以後 6月21號就去簽了 是啊 所以我就從去年的去年就送 就送進了 立法院 我們政府是沒有那個能力做這個事情嗎 這個功課其實在你未來還要加入那麼多的區域 是的 區域經濟體 你不是還要去那個RCEP 然後你還要去TPP嗎 是 TPP是全面開放耶 那這些你要做的功課是更多耶 那連你這個兩岸的服貌你都沒辦法做 我們有能力做到TPP或RCEP嗎 所以政府他一直告訴你說 因為我們這樣做了我們就會更開放 然後將來我們就跟別人接軌更容易 我們更容易進入那些區域 他們是什麼心態 道理上也是對的 因為當你越開放你就越符合西方所設計的遊戲規則嗎 是 自由化是一個西方的遊戲規則 是 那麼我長期以前是在美國做學者 我在全世界也都在講這些東西 對 可是呢 現在的政府從來沒有拿出一個真憑實據的 對產業有足夠認識的評估報告出來 是 也就是說呢 現在在做這個呢 這個闖關的目的 最後就是傳道橋頭自然直 投過 生就過 然後到時候呢 我們且戰且走吧 我們的政府可以這樣做嗎 進廣告 廣告做劇料 好 九八新聞台 我劉俊昭壽號 雷先生六委員在我們現場 六委員你好 感謝六委員呢 花了那麼多時間 今天到凌晨2點 來再看這些公報 那找出了非常多的問題 不管是結構性的問題也好 這裡面三股勢力在裡面糾結 那再加上後面一些政治的操作呢 才讓這個學域變成間諧了 那前面我們剛剛已經分析了這麼多 大家也知道說 為什麼政府想闖關 闖關 是因為他可能功課沒有做好 他沒有那個實力 他就是只能夠靠大家不注意的時候去倒壘 那現在呢 這一段我想呢 請六委員來講 我們的solution再來 我們解決方案在哪裡 現在目前已經裡面到現在這個階段呢 能不能把它呢 欸 我先講喔 我在最黑暗的時候 都是相信可以有光明的 而且就像一個黑暗的屋子 你燈一打開 它就亮了 符號協定是不是 一點也不能改 一個字也不能改 改了我們就要全部重彈 不知道欸 他們講是這樣講 好 那就算全部重彈 有什麼問題 是 全部重彈的話 就是回去討論承諾清單嘛 是 因為我先跟大家看我手上拿的 這是符號協定的文本喔 你在網上很容易可以看到 我先告訴你第一個 它的生效呢 是雙方因各自完成相關程序 並以書面通知另外一方 所以如果我們國內的程序沒有辦法完成 那自然它就不能生效 那你可以回去跟你的談判對手說 對不起 我們談的呢 我們受到了很大的阻礙 我相信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也不會看不到有發生了這麼多的問題 而且他們如果仔細去分析的話 很多人是反對自由化 或者是反對政府的粗暴道類 並不是反中 但是如果他們繼續堅持 或者是容許馬政府告訴人民說 一個字都不能改 然後這東西完全不能動 你就是要一定要這樣才能過 它會慢慢的上升成為一種反中的程序 真的反中了 而且中國大陸呢 也會覺得很冤枉 我明明讓利你那麼多 第一個 這個東西程序沒有完成 它就沒有生效 為什麼不能重新談 只是傷害了談判者的面子而已 對吧 第二 我跟大家念一個條文 第23條 修正 本協議修正 應今雙方協商同意 並以書面形式確認 是 這個協定 包括他的附件 是可以修正的 嗯 修正是說 雙方協商同意 嗯 並以書面形式確認 嗯 所以我們的談判代表 可不可以低下頭來 去跟他的談判對手說 對不起 因為在台灣 我們有很多工作 我們沒有做好 對 所以我們造成了很大民意的誤解跟反彈 嗯 為了讓這件好事可以繼續往前走 對 我們可不可以重新談 嗯 然後把我們原來所做的這些比較大規模的開放呢 也許我們走一個比較小規模的開放 是 先用一步一步叫做baby step 是 小小的事慢慢的往前走 是 因為大家說時間來不及 時間來不及 時間來不及我們已經拖了九個月 是 你今天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對 慢慢的開放的話 對 對 因為WTO的福茂協定 本來就是認為你是一步一步逐漸開放 那我們第一步邁小一點 對 我們重新談 雙方只要協商同意 並且書面形制確認 甚至因為我們現在這一份還沒有生效 你就重新做一個新的福茂協定 可不可能呢 是 在兩岸的和平發展 以及中國大陸長期跟台灣在這麼多的困難的東西 逐漸突破的現在 我們其實已經磨練出這種政治智慧 應該可以如此解決 好 今天非常感謝你們到我們現場 謝謝